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优先提供半数的疫苗给COVAX机制 或者是让这个全球的疫苗公平计划得以顺利的施行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就说了 因为现在需要全球性大规模的接种疫苗 才有办法让各个国家都能够抗疫 所以9月之前他们目标是要让所有国家 都为10%的人口施打疫苗 并且在年底前增加到至少30% 所以这需要在9月份之前 COVAX必须获得额外的2.5亿剂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也说 目前COVAX已经对129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超过8000剂的疫苗 但这比预期的数量还少了2亿剂 呼吁所有的制造商应该要优先供货给COVAX 新加坡跟越南相继对大陆的疫苗开绿灯 越南也紧急授权了国药疫苗 新加坡则是开放私人医院可以打科兴疫苗 而泰国和英国的药厂合作 代工生产了AZ疫苗 今天开始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接种 泰国的邦苏大车站数百人排起队等着接种AZ疫苗 泰国疫苗大规模接种计划正式启动 所打的疫苗就是泰王瓦吉拉龙宫 拥有的鲜罗生物科学集团 和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联手 首颇在泰国制造生产的180万剂疫苗 上周热腾腾交货给泰国卫生部 泰国未来还考虑提供疫苗给其他东南亚国家 现在新加坡政府也对大陆科兴疫苗开绿灯 开放私人诊所施打 越南也跟进紧急批准大陆国药疫苗 在AZ俄罗斯施普尼克V疫苗后 再授权第三款疫苗 新人学校誓言和宾客举杯敬酒 200名亲友一起庆祝 匈牙利是全球第一个接种大陆疫苗的欧盟国家 二月底收到疫苗开始施打 现在收到成效 超过一半人口至少500万人打完疫苗 疫情两度取消 新人迎来迟来的婚礼 走上红毯重回正常生活轨道 TVBS新闻综合不得 好的您关注到目前泰国的疫情发展 其实跟台湾非常的类似 一样他们的群聚破口 从夜店开始紧接着出现了移工 最后到了监狱以及市场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虽然疫情之下 但他们还是要救经济 特别是观光的部分了 来看到的是普吉岛 现在他们立天7月份要开放 只要是接种过疫苗的旅客 就可以到普吉岛旅游不用隔离 而另外10大的泰国观光地 10月份也要跟进 但是他们瞄准的普遍都是小岛型 可以做封闭管理的观光圣地 另外还有曼谷清曼 春武里还有普吉岛 刚刚提到的甲米攀牙 以及武里南等地 他们说未来只要能够提供 接种疫苗的证明这些旅客 通通都是可以入境不用隔离的 但是和这样的政策相对比的是 现在泰国平均每天有2000到3000人染疫 昨天的数据是2500多人 疫情还没有降温的趋势 现在他们已经启动了 大规模的接种计划 给他们疫情注入强心 真的是现在泰国已经是英国药厂 AZ疫苗的东南亚生产中心了 而现在就是由泰王的 鲜罗生物科技集团 他们来主导整个AZ的接种计划 而这个公司预计在今年度 包括他们在国内使用和出口 有两亿剂的AZ疫苗 而现在其实除了AZ疫苗之外 泰国也对大陆的疫苗开启了绿灯 他们现在除了AZ疫苗 还有科兴疫苗可以接种 并且预计要开放到 除了60岁以上的高龄者 还有30岁以上之后 也是一个开放的项目 好 大家看到的是 除了他们AZ疫苗可以援助自己国家之外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其实他们也希望可以成为 东南亚的AZ疫苗输出中心 因为他们原定要供应给 菲律宾的1700万剂的疫苗 现在却出现了交货延迟 并且数量是远远不足的情况 所以现在究竟泰国生产AZ疫苗的能力 产量可以到达到哪里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了 而今天的全球第一线邀请到的就是 泰国台商乔务咨询委员 林来好 林委员您好 你好 主播你好 台湾同胞大家好 好 委员 因为我们刚刚来看到 泰国的疫情滚动模式 其实跟台湾非常非常的类似 他们一样是从业电 这种人员比较复杂的地区开始爆发 紧接着移工的宿舍再来是监狱 您觉得说他在他们疫情防堵上面 台湾有什么可以借尽的地方 或者是避免重蹈覆车的误区呢 是的 因为泰国政府也是非常积极 在防护这个疫情 那现在在6月2号已经有 XS自己在这里生产了 已经交了180万率 那准备在6月份 有600万率可以交这个疫苗 那现在呢 大家都是非常积极 尤其是我们泰国的台商 出钱出力 为了防御这些工作 也是帮忙泰国非常 很多受益的 是的 那我们呢 这个关于这个帕泰亚呢 也有这个 我们的观光局局长也在尽量推去 就是说有一个补给 会和这个什么计划 有这个石斧可以进来 就是说可以开放 进来观光 不用做这个隔离的方式 只要在这个机场 下机场这一个检验 还有追踪 手机追踪行程的这个手续 就会放行 所以我们应该台湾 集结可以这样来引益 所以这方面来进行 只要说我们防御的好 应该台湾同胞的市值 还比更高 所以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台湾的同胞会 把这个疫情赶离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样要大家努力 要听起各方面的推出 还是说有这个方面可以学习的 泰国方面对观光这方面 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台湾也是非常配合 这一次的疫情方面的 某种方面的实施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要疫情 疫情方面希望大家都是要配合政府 是 那委员其实现在泰国政府 他们非常积极的 在实施疫苗方面的施打 是吗 所以我们刚有注意到 其实泰国刚您提到 泰国有生产疫苗 其实也对大陆的疫苗放红灯 那这种不同种的疫苗 在泰国目前施打情况又是如何 你已经施打疫苗了吗 是的 什么 我听不太清楚 是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泰国目前疫苗的施打情况 除了泰国国产的AZ之外 那像大陆的疫苗 民众的接受度是如何 您又是怎么选择疫苗了 对 科兴现在差不多有600万株 是 这可以准备再用 所以现在大部分 最初都是一些科兴的 那现在6月份开始 都是用这个AZ的 这样子 是 好 那我们谢谢委员 跟我们的分享 更多泰国方面的资讯 之后再跟您请教了 我们谢谢委员 好的 台湾加油 是 台湾要加油 台湾加油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那么现在呢 除了看看泰国经验之外 其实台湾爆发的 移工感染群 在过去 新加坡也曾经爆发过 而且不要忘了 新加坡曾经被评为 防疫第一名 他们怎么应对过去的 移工染疫危机呢 因为在去年 他们有超过一半的移工 都是确诊的 其实新加坡采取了一个 铁腕的监控 他们断绝移工的传染裂 而且当时还被形容 移工的宿舍 已经在疫情之下 管理起来像是监狱 觉得侵犯到移工的人权 但是最终的结果 是成功控制住疫情 从宿舍洋海看下去 整片空地几乎都占满了人 这是去年新加坡移工宿舍 爆发疫情的景象 有人确诊后 大批移工把家当收一收 准备搬家 新加坡爆发移工宿舍 群聚感染 主要是因为当地 有140万名外籍移工 有两成多住在公司宿舍 空间非常狭小 厕所 厨房等空间都需共用 一人确诊 很容易就传给其他同事 当时新加坡政府组织 前线保障支援小组 里面有军警 义工 监狱职员等等 他们被分配到宿舍 对移工的行动进行严格控管 里面的生活被形容成 像是监狱不为过 没有染疫 但被隔离的工人 要待在宿舍 28天不可外出 工厂得继续付薪水 疫情改善后 移工来回宿舍 工厂或工地 一律集体行动 当时遭质疑 侵犯移工人权 不过也因为采取铁湾措施 及时把染疫跟未染疫者分开 做好严格分流 扩大筛减能量 加速施打疫苗 新加坡最后才控制住疫情 虽然能治标 但未来要改善移工居住环境 才可以避免类似的群染事件 再度发生 TVB新闻总和报导 再来关注日本 又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原来东京有一名 从北非的归国者入境之后 发现他确诊 而且病毒是C36变种病毒 成为日本首起的案例 而C36国人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在欧美已经出现了 三十几国都有确诊者 还有印度株L452R的部分特性 但是整体的习性还不清楚 而变异的病毒 其实增加了奥运安全的不确定性 很多赞助商认为 为什么不等疫苗更加普及之后 可以降低社会的反对声音 也可以开放观众入场 更利于广告效果 为什么不干脆延期到九月或者是十月呢 因为三号奥运倒数五十日这天 东京奥组委发布了颁奖细节 再次暗示东京奥运如期可办 但是东京这位东道主状况可不乐观 东京一名五十多岁男子 五月从北非地区返日 机场检疫时为阴性 没想到入境后确诊 分析检查疑似感染了C36病毒 C36已在欧美等34个国家被发现 而在日本则是首起案例 C36拥有印象株L452R的部分特征 却又有所不同 感染性和实际形态等详细习性仍然未见 东京奥组被受敌 接上人潮与日俱增 海外病毒趁夕流入 且不断发生突变 更收盟的印度变种病毒虎虚担担 医学专家直言七月时 印度珠可能强势崛起 届时如遇上奥运 疫情恐怕彻底失控 日本中央的防疫小组负责人 一连几日在直询会上坦言 强硬举行奥运可能只会得不偿失 中言逆而惹得政府不开心 我々はスポーツの持つ力ということを信じて 今までやってきた 全く別の地平から見てきた言葉を そのまま言ってもなかなか通じづらい というのは私の実感でもありますが 专家界与政府如两条平行線 政府内部透露 澳運由澳組委与各方专家主責 国内防疫工作专家小组 部署于澳運团队 因此小组专家说再多 也有如马尔东风 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政府 已不行 使得民间反对声浪四起 大量流失奥运幕后功臣 澳運争议发展至今 大约已有一万多名义工退出 而澳組委丝毫不觉惋惜 表示澳運因疫情 虚小规模 倒也乐见义工自行辞去 澳組委满不在乎的态度 恐更触怒起于义工 导致服务团队瓦解 而澳組委心理明白 早就委托人力银行 以匿名方式对外招聘 建置人员 除了幕后人手 澳運另一大问题 就是选手 原定该提早入境日本接待城 调整状况 与地方交流的海外队伍 不少代表团虽未取消行程 但至今仍给不出 接待城镇确切细节 多个接待城空等 空转 人力资金不断消耗 奥运仍然失去其完整意义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 近六成民众认为 奥运应当终止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奥运部分赞助商提议 奥运因延期至9到10月 因为随着疫苗 接种普及 反对声音渴望减少 也会提高观众 入场可能 增强广告效果 今天新闻最后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星期首度出访 参加G7北约 还有欧盟的峰会 要很多国的领袖 进行双边会议 也要首度跟 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会谈 这是拜登上任之后 最重要的外交州 各方观众拜普会 但其实这三场的 多边峰会 重点都跟对抗大陆有关 G7峰会的联合声明 首度把台海的 和平稳定的重要 写进去 而受邀参加的澳洲 南韩 要和七个国家 在对北京态度上 展现共同的立场 美国总统副总统 这个星期先后出访 贺锦丽到中美洲 拜登到欧洲 这将是拜登上任后 首次出访 10号先和英国首相 强声会谈 11号到13号 参与七大工业国G7峰会 在和第一夫人吉尔 觐见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后 转往布鲁塞尔 出席北约峰会 及美欧峰会 16号在瑞士日内瓦 和俄罗斯总统 普钦面对面 拜登在团结民主国家 阵线后再和普钦会谈 以展现美国的外交实力 展示民主 能迎接挑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要和盟友对抗 共同威胁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向记者简报 拜登的三场多边峰会重点 全都脱不了对抗中国大陆 G7峰会联合声明 可能首次写进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北约峰会的公报 将可以见到比过去更多 和大陆相关的文字 川普四年主张美国优先 对英国脱欧较好 批评北约过时 拜登要以实际行动来修补关系 TV变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G7的财长会议将在伦敦举行 而其大工业国达成了重大的协议 跨国企业应该缴最少百分之五的税金 如此一来 像是苹果脸书 微软还有亚马逊等美国的科技巨头 通通都要受到影响 而过去十多年来 其实各国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 变向的压低了企业税 为大的集团打造了避税天堂 而调高企业税在国际之间 其实喊了好多年都没有共事 直到疫情爆发 其实各国政府都缺钱 美国总统拜登就登高一呼 立刻获得了支持 估计提高企业税到百分之十五 也会为各国的国库带来数十亿美金的收入 欧美国家在大规模施打疫苗后陆续解封 国际间的重要会议也接连登场 为期两天的G7财长会议 2月4号在伦敦举行 各国财长终于能面对面沟通 会议气氛热络 这次G7财长会议有一项重大进展 其大工业国一致同意 要进行全球企业的税务改革 制定跨国企业 应缴交最低税额为百分之十五 企业也必须向它的获利市场国家缴税 苹果 脸书 微软和亚马逊 等美国科技巨头都将受到影响 过去十多年来 各国为了吸引大企业投资 竞相压低企业税 为跨国企业打造了避税天堂 例如苹果和脸书 就在美国境外注册公司 然后在当地报税 以躲避美国高额的企业税 亚马逊过去一年多来 受惠于疫情而获利暴增 2020年整体税前获利达到240亿美金 美国国内获利为200亿 但他们只缴了9.4% 约18亿美元的税金 连美国法定21%的企业税的一半都不到 全球企业税务改革已经在国际间喊了十多年 但各国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疫情爆发后 各国政府都仅需资金填补疫情导致的财政缺口 跳高跨国企业税到15% 就能为各国国库进账数十亿美金 因此这次当美国总统拜登登高一呼 立刻获得一面倒的支持 不过对于招商困难的小国来说 调高跨国企业税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像是爱尔兰长期以12.5%的低企业税 吸引国际科技大厂在当地设公司 新法实施后爱尔兰的经济势并受到冲击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G7会后的记者会上 除了肯定各国对企业税改革的支持 他也特别指出这是多边主义的回归 我认为这些什么你会看到是 一变化的 multilateralism 一变化的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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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7和G20的领域 去处理和解决 最重要的挑战账领域 对于国际的经济 这些设计 在我认为八年 它是继续下来的政策 G7财长会之后 周五G7领袖高峰会也将登场 拜登展开他上任后第一次出访 首赞就是前往英国参加G7领袖峰会 预料他将在会中签署15%企业税协定 拜登在英国期间也将与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强生会面 随后他将前往比利时参加NATO会议 最后一站前往瑞士 与俄罗斯总统普钦 进行两国领袖高峰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海运股持续多头的格局 因为全球的经济复苏 海运市场的需求大 不过也是因为疫情导致的货贵 短缺现象持续 所以像是印度他们的人员船员供应不足 而中国大陆是主要的货贵生产国 最近更是加大火力生产货柜 超过2万个出口货柜 塞爆深圳掩田港 这是全球第四大港口 因为爆发本土疫情 现在传播作业只剩平常的三成 让本就紧绷的海运雪上加霜 我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拼装成型箱焊机 然后一天像这样子的 我们要做160到170 福镇的货柜工人加班生产 中国大陆是全球货柜主要生产国 制造超过9成6的干货冷藏货柜 但就算每三分钟完成一个货柜 还是赶不上需求量 港口排队抢登记货柜 在亚洲外贸出口一跪难求 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海运价格 从2000美金飙到2万美金 还是调不到空货柜 因为疫情关系 多达1万多个货柜滞留在美国加州 还有英国更是从港口囤积到附近郊区 同时全球船员一成五来自印度 而当地疫情爆炸 船员也大缺工 缺货柜缺人力 冲击全球供应链都将反映在物价上 TVC柯胜雄陈永文综合报道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7号在重庆和东盟代表举行纪念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的特别外长会 会议的内容主要涵盖了重振旅游业 经济交流 抗疫合作 疫苗护照的可能性 王毅表示 中国大陆根据东盟的需要 向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的疫苗 展开疫苗的研发生产 采购监管还有接种合作 也会继续支持东盟的抗疫基金 还有应急的医疗物资储备库 协同推动医疗物资储备的中心建设 在东南亚疫情严峻的时刻 推动疫苗外交 很多国家在疫情平缓过后 面对的是经济重启 但也出现了许多挑战 美国现在失业率已经降到了5.8% 是去年3月份以来的新低 但是好多服务业还是招不到人手 甚至寄出了高额奖金诱人福利 只希望有人可以来面试 不过缺功之余 美国也面临养工困难 技职学校越来越少人念了 在美国威斯康辛中的产学合作 连年下降 因为学校根本招不到学生 而分析认为是因为美国普遍认为 读大学才有好出入 导致很多学生辛苦了4年 背上了高额的学带 但是却就业困难 险见读大学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核官的手停不下来 吃饺子老虎鸡台前 已有不少民众前来试试手气 但问题来了 这间完全对外营业的 克罗拉多州博弈度假村 来客数几乎恢复正常 但员工数量却不到原来的一半 除了赌场之外 楼上还有516个饭店房间 每天工作忙不完 业者情急之下 推出激励措施 克罗拉多州政府 5月推出刺激就业方案 只要是今年3月底到5月中 请领过至少一周的失业补助金 5月份找到全职工作 能拿到奖金1600美元 约合台币4万4千元 6月份找到全职工作 可领1200块美金 约合台币3万3千元 度假村业者现在自行加码 奖金提高到1400美金 约合台币3万8千元 厨房热烘烘的披萨刚出炉 这间位于纽泽西州 开业74年的意大利餐馆 也贴出真人启示 从服务生 外台人员什么都缺 只要想到即将来临的夏季旅游潮 老板就忧心忡忡 统计今年夏天 有77%美国民众有出游打算 比去年29%成长了近1.7倍 纽泽西这座海滩城镇 人口约4千人 到了夏天游客蜂涌而至 将达到2万5千人 随着美国经济重启 5月份全美新增超过55万个工作机会 失业率从去年3月以来 首度降到6%以下 但分析认为就业市场回温条件复杂 估计要到今年底 才有可能全面步上正轨 不少业者把希望放在五六月的毕业戒上 又有一批社会新鲜人能填补现在的劳工慌 拿起沉重的电锯 17岁的林奇高职毕业的第一天 与营造公司签下一纸合约 即日起以实习生身份上工 实薪19.75美金 约合台币550元 享有完整员工福利 四年后升格为职人 实薪67.33美金 约合台币1865元 也就是说届时以21岁年纪 一天八小时 月做20天 月薪近30万台币 林奇是产学合作的成功案例之一 但在威斯康辛州 产学合作从2010年来下降了25% 因为职业学校找不到人 举例来说 2015年当地有31间学校与营造公司合作 如今只剩下11间 负责洽谈双方合作的政府单位表示 越来越多人认为 要大学毕业才会有出路的观念 是让许多学生想走高职这条路的最大障碍 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转换就有观念 尤其收入小康的家庭 普遍无法负担孩子的大学学费 以2019年大学入学生为例 有69%学生申请助学贷款 平均每人毕业后背负29.9万美金 约合台币830万的负债 美国劳工短缺问题 恐怕得先从根本的养工着手 才能让就业市场维持蓬勃 也避免就业不均的现象持续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去年开始疫情在美国扩散 最早开始变化 也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就是中国城了 商店还有餐厅被迫关门 还饱受仇恨暴力的冲击 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复苏了 中国城还是岌岌可危 迟迟没有看到地方政府出手协助 因为原来大部分位在京华地段的唐人街 早就被官方计划要城市改造了 所以很多人担心疫情之下 未来中国城是不是因此消失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的中国城 是不少海外华人 私相识的重要慰藉 也是很多游客想要感受一国情调 一定会造访的景点 但是全美超过50个中国城 却在去年面临这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样的冲击来世汹汹 却求助无门 中国城的位置通常未在都市闹区 以往虽然方便吸引游客上门 但在疫情补助上却吃了门亏 明明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却申请不到免息贷款 疫情更凸显出中国城的高龄人口危机 看在老一辈眼里 这不过是历史重演 当年旧金山大地震后 中国城也曾经是当地政府 想要趁机整顿的对象 唐人街所处的精华地段 是建商眼中的摇钱树 是政府也想展开城市改造 疫情显然成了借力使力的好借口 当年的旧金山华部 在没有政府的协助之下 依旧浴火重生 也带给华裔族群信心 不少年轻一代兼不及拯救 中国城的责任 募款成立支援团体 提供紧急援助以及贷款 让从小陪伴长大的中国城 在疫情之后继续展现活力 TVA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要公布 UFO的调查报告 过去20多年有120几起的 不明飞行物体事件 不过现在有可能紧密吗 而在美国媒体也出现一种说法 说这些不明飞行物 有可能不是来自外太空 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俄罗斯研发的超音速飞行器 美国海军战机飞行员发出惊呼声 看着远方光点在雷达萤幕上闪烁旋转 之后又迅速消失 而这并不是唯一一次 这一段短短10秒的对话 完整记录了当时青眼目击的飞行员 有多惊讶 能在强风下逆风高速飞行 还变化队形 这是美国海军2015年 在佛州外海训练时 战机机队直击到的画面 但当时到底看了什么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当时驾驶战机的飞行员 格莱夫斯 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不明光点 在2014年底到2015年 都有美国海军在训练的时候 青眼看到不明飞行物 光是目前清楚记录下的就有三段 连前美国总统欧巴马都证实 过去20年 包含美国军方记录在内 有多达120起的不明飞行物事件 2004年 一位军官在圣地牙哥周围空域训练时 还直击没有机翼的光点 不但滞空时间长 还能快速的横向移动 不明飞行物上下跳动后 又咻一下的消失 实在很难用现金科学或军事专业知识来解释 这到底是什么 现在美国政府要找答案 国防部将在25号提交一份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 不管是否来自外星 美国国会以及国防部最想知道的答案是 就是这些是否是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研发的超音速武器 因为俄罗斯先前就不断向美国呛响 正在研发超高速飞弹 到底是地表最强武器科技还是来自另一个宇宙 有专家叫炮轰 只给180天来调查 根本不够 但是拜登既然下令要查 就代表已经认定这类事件 攸关国安 不明飞行物是否来自外星球 官方报告恐怕是难以解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过去40年来中国大陆是积极的众树造林 号称是绿色长城的三北防护林计划 努力把沙漠遍绿洲来保护北部西北 还有东北部受到沙尘暴影响的区域 都是告甘肃这一群无名英雄 78岁的老农民弹着三贤琴唱出行声 这里是大陆甘肃的五威市 也是王天成一家人的居住地 几十年来他们配合大陆官方政策 在戈壁沙漠植树 努力将沙漠变成绿洲 王家仁带领一群年轻志愿者 跟随甘肃一个地方机构 每年从兰州进入沙漠植树 这是中国大陆的核心政策 在隔壁边禁植树保护北京 免于受到沙神暴侵刑 王家仁接下了这个使命 感叹这是个长期抗战 在沙漠植树谈何容易 过去四十年 俗称绿色长城的三北防护林计划 帮助中国大陆森林总覆盖率 从不到百分之十 提高到近四分之一 当地博物馆更展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视察甘肃时亲自植树的画面 展现全民造林的雄心 王家仁的努力贡献成为官方的最佳宣传 包括小学生等志愿者也来共享盛举 中国大陆计划到2025年 将森林总覆盖率从2020年的23% 提高到24.1% 但不断库张植树面积 掩盖了许多潜在问题 这位69岁的牧羊人说 去年沙神暴严重到 他甚至有时候不敢睁开眼睛 尽管有植树造林 但由于春夏降雨量减少 牧场里的羊死了好多 专家认为从长远看来 在沙漠植树并没有解决 背后更紧迫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迁才是导致 今年中国北方 沙神暴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今年3月 北京遭遇6年来 首次严重沙神暴 证明植树已经不足以 抵挡气候变迁 提高国家森林覆盖率同时 大陆官方也该想想 其他解决之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欧美的邮轮业 从疫情爆发之后 停摆了一年半 意大利威尼斯 终于在上周六 重启第一艘大型邮轮出海 却引来数百名的民众聚集抗议 他们希望巨型游轮停止停靠 来保护环境 避免有相关的污染事件传出 停摆15个月 美国各邮轮航线 终于要从7月起 恢复出航 几乎所有夏季 邮轮之旅的售票广告 都在网站上 大大住民必须出示 施打过疫苗的证明 但全球最大的加勒比海邮轮公司 却在上周五声明 只有从西雅图和巴哈马 启程 所有16岁以上的旅客 必须出示疫苗证明 唯独这两周 特别是佛州身为疫苗自由州 假如当地店家要求民众出示疫苗证明 还可能因此吃上罚还 美国律师认为 邮轮案例情况特殊 而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CDC 则是以旅客安全为优先考量 回国一年之前 好几艘邮轮就因为疫情疑虑 像被各国踢皮球般无法停靠 长时间在海上漂流 直到CDC对邮轮下达禁航令 禁止所有邮轮在美国管辖的水域内活动 至今已经休航15个月 如今准许复航 条件是所有的乘客和船员 必须达到95%的接种率 而这让佛州州长在今年4月杠上中央 但专家认为 这么做除了告赢的几率小 也无法为他在2024总统大选 带来加分效果 还没启程已经先刮起一场政治风浪 至于已经在上周六复航的意大利水都 也爆发一场邮轮纷争 不只高喊口号 小船上群众手上一栋插满握 禁止大船的标语旗帜 因为欧洲疫情趋缓 威尼斯率先开放这艘 再者约650名乘客的地中海管 闲月号出海 而这些上街抗议的居民们担心 由于威尼斯水平面已经在逐年上升 如今再加上巨型邮轮频繁经过 将会危害生态制造污染 另外邮轮所掀起的巨浪 也会损害城市的地基和古迹 但当地的业者阻止不了大船 就先从小船着手 看看这艘游艇底下仿佛长出脚来 在威尼斯的湖面上奔驰 成为意大利水都首次出现的景象 这个瑞典新创公司的发明 不是为了赶时间 而是要保护沿岸的建筑物 不被船只激起的涌浪打道 遭到腐蚀 由于船底 几乎不接触水面 加上每秒会自动调整水溢角度100次 让整个行驶过程更平稳 航程也比其他电动船高出三倍 不只保护建筑物 更不会在海面上排放废弃 欧美利品经济复苏 夏季观光能否无痛重启 要排除的问题显然还不少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